以后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最适合你的 或者一个最好的遗嘱 或者是什么这方面的问题 我相信下面就是这个 刘年庆女士 就会给我们来做一个解答 现在我先介绍 就是坐在前面 这位大家都已经 大概很多人都认识 刘年庆女士 美丽人女士 刘律师是武汉大学 法学系的这个学士 后来在St. Louis的 Washington University 得到JD 就是法学博士 另外在Ohio State Capital University 也是得到了 另外方面的叫LLM 也是根据法律方面的硕士 另外他在长期 也发表在中国和美国 法律方面的杂志上 发表了不少文章 另外他还 就是跟月经生一样 也收拾非常 就是热爱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公益活动 也担任了很多 这个华人社区的这个活动 月经生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那么刘律师呢 他比如说他做过NACA的 就知道美华协会的 这个NACA在亚特兰大分会的主席 另外他也是做过ACP的董事 另外2003年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Georgia这边 他就毕业于一个叫做Leadership Atlanta 2003年的一个program 另外他也就是在这个 就AJC上 就是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这个宪政报上 也都是有关 就是报道过他这个文章 后来呢 他就成立了 在先是在这个美国的 这个美国人开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什么实行一段时间 或者工作一段时间 取得经验以后 现在就自己就 很早以前自己就出来 就单独开了一个 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叫Lew and Associates 主要是就是负责 就是很多这个 尤其他的对象 服务对象 很多都是针对一个华人 或者亚太人 什么这些 就是关于房地产 刚才已经说到 商业啊 另外就是遗嘱 信托啊 移民啊 等等 很多其他的东西 包括刘律师会介绍 另外他现在呢 Nancy现在 她是Georgia的这个 Real Estate的这个 那边有一个 就是Real Estate Law Section的 她是那边的 Bord Member 就是Executive Committee的Bord Member 所以那也是应该是 蛮高的荣誉 所以现在我们 热烈欢迎 刘律师给我们演讲 谢谢大家 首先我还是很谢谢 IT协会和东北童调会 花时间的主持大家 来参加这项活动 我也谢谢大家 冒着这个风雨 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我希望今天的活动 能够给你带来 有所收益吧 我做这个讲座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是什么促使我开始要做这方面 希望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呢 我记得这是在大概五年前 我们教会的师母曾经在早上七点钟 我还在忙着我的小孩 那个时候baby爱你小 忙着给他们弄早 就是让他们起来的时候 师母给我打个电话 七点钟 他年轻快快快 他说我说怎么 他说我们家会有一个姐妹的丈夫 突然去设 他是一个美国人 身体其实都很健康 也才四十多岁 然后我们这个姐妹呢 他是有两个很小的小孩 一个五岁 一个大概两岁多 他是从台湾来的 然后在家里面呢 他大概就是尽心尽力的照顾 孩子照顾先生 家里面的丈夫从来不摸 然后呢 有多少钱也不知道 有没有保险就更多知道 所以近况是非常不幸的 我们大家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办 这个时候签计已经去世了 怎么办 其实是很麻烦的 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 可以帮助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需要的第一件事情 是收集资料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的活动 我没有促使你做别的事情 如果你能至少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把你家的资料收集起来 整理出来 第二件事情 看看你们的保障是否足够 然后不够的话 去买一份保险 或者是做一点最基本的 对你的以后发生意外 能够起到这个 叛逆作用的事情 我就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身在美国 有句实话叫做 Enrove to what's wrong and still 就是你如果是处在美国 那美国人做什么 我们是否也要适应 我们的生活习惯 对美国的社会制度 所以在中国虽然来说 遗嘱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 因为我也知道我的客人 每次讲遗嘱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如果跟老人家讲 老人家讲的第一个回答就是 我还没有死 他们就筹花了我的钱 对吧 这是第一个反应 年轻人讲 我还年轻得很 不会死 不会有问题 死了自然有政府管 这是大家很正常的 就是很自然的两个反应 那我就想跟你通过 我今天的讲座 跟你讲一讲 是不是这两个事实都是真的 是不是你死了 是不是真的就会死了 这一点呢 我相信 都不需要再多说了 事故每天都在发生 我相信 大家对去年的文川大地震 还记彼有心 大概就是刚刚一周年 然后呢 哪怕这是远的事情 近的事情呢 在我们身边 在过去的这五年中 就在亚特兰纳 比较知名的华人 突然去世的案例 是 就在我手上经历的 就是一个接一个 他们其实 大家都只是知道 事故发生当时的悲痛 对事故发生以后的悲伤 和这个 尤其是幸存者 走过黑暗的这一段伤心历程 大家并不知道 其实知道的是谁呢 是他求助的人 知道的是他到我们律师所 来需要帮助的 我亲眼看到的 陪他们留在过世 那么 很多人就是说 如果我去世了 政府就会帮助我 是这样吗 我们是生活在美国 美国是一个自救的社会 它靠的是一套 它自己的内部系统 那个保险系统 它的社会福利保障 其实是非常小的 它不像中国 在中国我们大家非常自然 周围兄弟姐妹很多 对吧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社会政府的保障呢 也还比较好 不像美国社会 虽然也慢慢逐渐减少 但是至少大家都知道 不会有这么一个没有根的感觉 你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以后 在这里确实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去帮你 在中国你想来想去 最后至少还要老爸 可以救你吧 那么在这里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你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情我相信刚才 月经生已经讲过保险的重要性 这里我就只是简单的一带而过一下 保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你买了房子 你的房子会有保险 如果你买了车子 你的车子会有保险 那么其实这都是财物我们身边的东西 但是我们大家都忘了 我们最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生命 那我就希望 如果你对你的财物 能够估计它的价钱 你都拿了保险的话 对你这个无价的生命 你是不是要买一个保险 这是刚才回应 刚才月经生讲的一道话 买保险其实不是对你自己的保护 买保险是一个对你身边的人的爱的表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走了其实没有什么痛苦 痛苦的是幸存者 我就希望如果在这里